第506章 老丈人 约谈 唐三向后一跃,落在地面上,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比蒙剧兽族选手的血脉之力已经耗尽,轰然倒地 生命危险是不会有的,但他之前施展了嗜血狂化 血脉之力又被唐三顿吞噬,不休养十天半个月 想要恢复气血是不可能的 玄天公在体内飞速运转,骤然进入第九阶 唐三体内气血奔涌,幸好玄天公本身是中正平和的 没有暴露太多,但唐三还是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提升了一大截 而体内多出的比蒙剧兽族的强大血脉力量惊人 他必须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暂时只能将其压制 吐的那一口血不是假的 之前他虽然凭借金鹏变和狮虎金刚冲出了爪刃风暴 也算是抓住了最好的时机 但爪刃风暴实在是太凶猛了 还是震伤了他的一部分经脉 这一刻,全场寂静无声 刚刚的景象实在是令观众太震撼了 在那几乎覆盖了整个比赛台的漫天爪芒之中 一道金光直入空中,冲破重围悬在高空 在涨芒消散的下一瞬,金光倒流,战而胜之 还是那轻飘飘的一掌,依旧是一掌破敌 如果说前面的比赛还有侥幸的成分 那么,今天这一场,又有什么可算作侥幸的地方呢? 尽管看起来,唐三一直不敢与对手硬拼 选择的都是消耗战的方式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他又一次赢了 这个人类又一次赢了比赛 对呀,他是人类 直到此时,真正知道 唐三种群的观众们才毛骨悚然 人类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黄金萌马,猎羊花精,再加上今天的比萌巨手 哪一位不是在整个大陆上赫赫有名的种群的强者 可是,这个人类竟然战胜了他们 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只要他在小组赛中再胜一场 就可以进入决赛了 而熟悉他们,这一组的观众都知道 他下一场的对手实力是不如眼前这位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届组停精英赛上 将会有一位人类进入决赛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唐三之所以被如此关注 就是因为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强了 每一个都被认为是有可能进入决赛的存在 谁能想到,从未被看好的他 却一路披荆斩棘,连续战胜了三大强敌 在裁判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之后 唐三轻轻地推了推脸上的面具 转身向台下走去 贵宾席上 开始有大贵族打听他的来历 唐三走下比赛台时 微微一惊 因为台下有一个人在等他 并不是大猫 也不是美公子 而是家里城的主宰 孔雀大妖王 唐三不知道 孔雀大妖王为什么能来选手区域 不过 作为一族之长 更是当今天与帝国七大主城之一的城主 他估计有点特权 他虽然不是皇者 但在天与帝国显然是顶尖的存在 毕竟当初他在家里城还以重伤为代价 击退过一个皇者 跟我来吧 孔雀大妖王向唐三说道 好的 唐三平静地回答 荧光一闪 周围的空间仿佛突然消失 两人穿梭虚空 悄然掠过 下一瞬 他们就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那是个看起来十分古朴的木制房间 房间的地面上 铺着柔软的地毯 地毯上有一张桌子 旁边还有几个蒲团 窗户是打开的 外面是充满空灵气息的幽静山谷 带着淡淡植物香气的清冷空气 从窗外徐徐流入 浸润着这平和的小空间 孔雀大妖王走到桌子的一侧坐下 指了指自己对面的蒲团 唐三走到蒲团坐了下来 孔雀大妖王熟练地拿起桌子上的桃壶 在里面加了一些类似茶叶的植物 然后加水 再用柔和的血脉汁力烘烤 很快 湖中的水就沸腾了 淡淡的清香随之从湖口飘出 他为唐三倒了一杯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放下桃壶 孔雀大妖王向唐三示意 道 尝尝 谢谢 唐三应了一声 然后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他是用毒的大行家 自然不担心 孔雀大妖王在这茶水里下毒 入口芬芳 甘甜的茶水入喉 唐三顿时感觉到 一股清凉的气息充满全身 就连之前受的伤都明显好多了 微微吐出浊气 顿时神清气爽 唐三由衷地说道 好茶 孔雀大妖王微微一笑 道 这是祖庭才有的好东西 我没记错的话 你叫修罗 是吧 是 唐三微微汗手 孔雀大妖王道 我有些看不透你 你隐藏得很深 唐三道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我有 您也有 不是吗 孔雀大妖王轻叹声 点点头 道 是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你属于就熟 唐三微微一愣 问道 您也知道就熟 孔雀大妖王淡淡地道 我当然知道 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就熟组织的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就熟呢 听了他这句话 唐三的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这下轮到孔雀大妖王惊讶了 他本以为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应该会更加震惊 我越发看不透你了 你的血脉气息告诉我 你最多不过二十岁 正处于成长期 可你太过沉稳 像是历尽沧桑的老人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孔雀大妖王微笑着说道 唐三道 这个我无法向您解释 如果您诧异的 是我为什么没有因为您知道 美公子是来自救赎而表现出震惊 那么 坦白说 我是惊讶的 但从您将他培养到现在的境界 甚至要将成组织未传给他 又带着他来参加组庭精英赛这些事情上 我就看出 您并不在意 他是救赎组织成员这件事 所以我才能保持冷静 很好 孔雀大妖王脸上露出一丝赞赏之色 你是年轻一代中 让我感觉很好的人 你说的没错 我并不在乎他就熟的身份 甚至我还为了他这个身份而感到欣喜 毕竟 无论是对妖怪族还是精怪族来说 人类都太渺小了 甚至无法依赖自己的种群拥有能力 真正有能力的人类 还是人类吗 混血人类 说是伴妖也不为过 本身也流淌着妖怪族的血脉 这又算什么呢 听了他最后这句话 唐三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相比前面的话 这句话对他的触动更大 因为孔雀大妖王并没有说错 拥有妖神变的人类 还是纯粹的人类吗 不是的 他们根本不是纯粹的人类 而是有着妖怪族血脉 或者是精怪族血脉的存在 说他们是伴妖或者伴精 也没什么错 只是大家认为自己是人类而已 不过也有一些作为妖怪族 精怪族附庸的人类 不认为自己是人类 当然这样的是少数 毕竟绝大多数拥有妖神变的人类的母亲 都是被自己父亲所在的那一族杀死的 作者 唐家三少